我大概兩歲左右 我媽媽就離家出走了 他們都有媽媽會跳出來說 你為什麼打我小孩 可能我都沒有 我都好希望我在被欺負的時候 有人會願意跳出來 幫我跟對方講一聲說 你憑什麼欺負我們 佩琦 我爸爸在我八歲的時候 他就又過世了 他就一個大字形躺在床上這樣子 雪白色的床單上面 留下了一大坨點寫字 二十九 三十的時候 不故才告訴我說 二十五 因為毒品過量走了 嚇死啦 第一次真的人生接觸到 什麼叫做死亡 而且那個時候那麼小 你根本不了解 本週日晚間十一點 台灣啟示錄 人生如戲 陳佩琪